菲律賓的海岸巡防隊搖身一電 成了海盜部隊 對台灣的漁船開槍掃射 可能是要殺人截獲 而這種行徑 在台灣引爆了社會不滿 群情激憤 馬政府高分貝的要對方 道歉成兄賠償 外加談判漁權 72小時的通牒 今天半夜到期 若非方的回應讓人不滿意 事態接下來會如何發展呢 歡迎收看2013年5月14號的 時事求是 帶您掌握全球進行事 我是史哲偉 馬英九在今天公開的呼籲 國際海洋法理念 這漁權是來自於主權 因此跟其他的國家 在談判漁權的時候 當然是以主權為基礎 目前是已經解決了 跟日本之間的漁權問題 希望能夠在台灣的周邊海域 建立一個和平 而且合作的關係 我們一起來聽 我們跟其他國家談判漁權 當然是要以由主權為基礎 這一點在國際法上 是非常明確的 要從主權出發 才能夠談漁權 但是主權如果有爭議的話 這個爭議的部分 倒不是不能先擱置 在漁權的協議當中 訂定適當的條文 能夠擱置主權的爭議 一樣的可以先解決漁權的問題 提出這個東海和平倡議 目前至少已經解決了 跟日本的漁權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以類似的理念 能夠在我們周邊的海域 建立和平而合作的關係 而對菲律賓海巡單位的野蠻行徑 憤怒的小琉球漁民 他們受不了了 因為鄉長就直接的喊出 來一艘打一艘 而死者洪石城的家屬也說 不認錯就開打 有什麼好怕的 而軍事專家表示 台灣只要一艘戰艦 就可以把菲律賓給打趴 要打就打 沒什麼好怕 以我的想法來講 那就只有宣戰吧 開戰吧 簡潔有力 被菲律賓射殺死亡的 洪石城家屬說 菲律賓再不道歉 台飛要開打就開打 琉球鄉長更說 軍艦到了更好 看到菲律賓公務船 來一艘打一艘 別說是死者家屬跟鄉長這麼氣憤 就連全國民眾都被菲律賓的爛態度 氣得一肚子火 要打就打 有什麼好怕 以台灣的戰力來說 隨隨便便就把菲律賓打趴 基本上這個國家沒有什麼可以像樣的傳統武力 軍事專家說 菲律賓根本沒什麼有效戰力 比較台飛武器裝備 我國光是3000噸以上的作戰艦就有26艘 每一艘都有快炮防空反潛功能攻擊力超強大 各型號戰機加起來總共300多架 再反觀菲律賓同等級戰艦只有兩艘 而且一枚飛彈都沒有 戰機也超級老扣扣 戰力有夠弱 要開戰就開戰 台灣有什麼好怕 成功級的任何一艘 成功級之中的任何一艘 就可以把整個菲律賓的海空軍全部消滅殆盡 是沒有問題的 真的要開打菲律賓的有效戰力 都只是台灣的零頭 我國根本連戰鬥機都不用出動 一艘成功級的戰艦 就能制服菲律賓的海空軍力 隨隨便便就將敵人打趴 我們的馬總統你直接宣布宣戰吧 如果真要開打 台灣人民沒再怕 武器戰力早就準備好了 菲律賓不稱讚自己有幾兩重 胆敢招惹台灣 幾枚航空飛彈就要他們好看 今天我們在現場為您所請到的來賓 是旺報的總編輯王綽中 綽中兄您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綽中兄 我們剛剛在這個新聞裡面看到 這琉球箱的鄉長 還有這個事故呢 被殺害的漁民呢 他的女兒都已經講了很重很重的話 就說宣戰吧 或者是說呢 在這個三海里的外面 就來一艘打一艘 這樣的話是不是已經有點過頭了 其實我們知道啊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在 就是台灣跟周邊地區啊 如果我們說北邊跟日本 西邊跟中國大陸 我們的軍事能力和經濟能力 都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跟南邊的菲律賓來講的話 台灣在軍事能量上是 不管是陸海空軍是 遠遠地超越菲律賓 所以台灣要打菲律賓呢 如果在軍事上 我們開玩笑派兩個師就可以直接打到馬尼拉 對 那台灣的海空軍武力啊 就剛才這個西埃夫講的一樣 我們其實可以隨時跟菲律賓開戰 而且打贏 這是肯定的 因為很簡單的 菲律賓在全球的軍力是排到30米以後的 台灣是排到十幾名的 對 而且台灣的海空軍的這個能量 包括我們以前過去 我們是面對的是過去中國大陸 對 菲律賓這個是在東南亞也算一個相對 它跟越南 或者是跟馬來西亞 這種比較 或印尼來講 它相對武力 它是比較落後的 所以在這一方面 台灣打菲律賓是非常方便 而且隨時可以打下菲律賓 如果單純的軍事力量 但是我們特別強調 就像哲偉講的 戰爭的行為 其實它背後是有很多因素的 一旦開戰的話 它不是單純的就是軍事對峙的 較量的問題 菲律賓背後還有誰 還有美國 菲律賓所以在那麼小一個國家 它只有幾艘的驅逐艦 然後戰鬥機它就一百多架 它的陸軍也就十幾萬人 它其實最重要的 還是它警察部隊 以菲律賓的這種情形來講 它不是只跟台灣對峙 它在去年下半年 在黃岩島跟中國大陸來對峙 是 那中國大陸它可以對峙 為什麼 因為它背後的是有美國 我們知道 美國跟菲律賓 美國是菲律賓的殖民地 以前 菲律賓是美國的殖民地 它跟美國的利益是非常相關一切的 而且它是屬於整個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枢紐 過去蘇比克灣有美國的駐軍所在 所以菲律賓跟美國關係那麼密切 真正如果台灣要單純的跟菲律賓打仗其實是小 但是最後還是由美國來決定 是 而說到這個美國來決定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這一次呢 台灣這個反菲律賓的情緒是相當的高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想要請教您的就是 您cover大陸的新聞那麼多年 然後看過那麼多的大陸的反日的示威 您把這個大陸的反日示威 跟這一次台灣的反非示威 您能不能做一個比較 中間有沒有很大的差別 如果有的話 為什麼又有那麼大的差別 我想在反日和大陸的反日跟台灣的反非 其實都是有一個民族主義情緒存在 為什麼這一次台灣在處理跟菲律賓 其實我們說死亡一個人 當我們說人數來講是很少的 我們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很多朋友看到一個新聞 說一台在用潛送菲勞的一個出車禍 也死了一個菲律賓人 其實在菲律賓這一次的選舉 死了六十幾個人 對 其實這人數有多少是其次 而是一個尊嚴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 就是說菲律賓可以在這種重疊的經濟海域 擅自的透過武裝力量 殺死我們台灣人 那當然這一股民主主義的情緒 當然是非常高漲的 那就如同大陸 為什麼大陸當時反正是因為 他把釣魚台的國土國有化 那從某些意義來講 你是不尊重中國對於釣魚島的主權的堅持 也看清了中國政府 所以說穿了這兩會引起的都是一個尊嚴的問題 台灣今天並不是因為死了一個人 然後跟菲律賓來進行對抗 而很關鍵的是 台灣人是沒有尊嚴的 我們覺得特別是對這樣子跟台灣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 差距那麼大的一個國家 他還敢來欺負我們 所以我們當然是說這種情緒是有民族主義的情緒 不管你怎麼視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情緒 中華民族主義的情緒也好 但這一股民族主義的情緒就是說 你一個民族是看不起我們這個民族的 而且你是比我弱小的 比我能力差的 那我們還要這樣子屈服嗎 所以在這次情緒上整個爆發起來 引發了台灣對於這一次 單純的一個菲律賓把台灣的漁民槍殺 而引發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變成兩國之間的一個對峙 我想這是非常關鍵 就是關鍵的是他們沒有尊重我們 對 而菲律賓的總統阿奎諾三世 他昨天在回答記者講話的時候 他有提到他要看執法程序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執法程序可能問題就出在這裡 還甚至不止於這樣的一個範圍 因為菲律賓的海巡單位 他們看到了台灣的漁船 就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目擊者的說法 都是直接的就開始開箱射擊 而且是對著漁船射擊 就是天底下不管你是海洋法 國內法 國際法 怎麼樣的一個說法 都是說不過去的 而為什麼會有一個國家的海上的執法人員 會釋法於無物 就是等於是眼中目無王法 目無法紀 是什麼樣的一個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背景 讓菲律賓的執法人員能夠做出像這樣的事情來 我們覺得在這一次的事件 我們要回顧一下七年前 台東籍的滿村一號的事件 那時候菲律賓的海巡的單位 也槍殺了一名台灣的台東籍的漁民 然後打傷了一個 槍殺了一位 其實我們回顧七年前 台灣是怎麼做 台灣後來透過外交途徑 由地檢署去傳訊 當時槍殺台灣的這兩名的菲律賓的海巡警察 應該說他是警察 結果最後台灣給予起訴 但是我們的治權不及於菲律賓 他們不過來接受審判 你完全沒責 所以這件事情最後是不了了之 我們知道見往之來 那在這一次事件上 就七年前 二零零六年的時候 發生了這個事情 最後不了了之 他們當然可以繼續的這樣做 我之前這樣子 大不了 經過一個外交折衷之後 沒事 我不需要賠償 我不需要道歉 他連道歉都沒有 七年前道歉都沒有 我不需要逞兇 我不需要跟你進行什麼談判 零代價 對 零代價 連道歉都沒有 所以他當然會繼續這樣做下去 當然我們知道 菲律賓這個 我們不能說是菲律賓社會 比較畸形或怎麼樣 不能這樣子去探論他 單純的意外的突發事件 但是菲律賓他們從傳統到現在 特別是海上的執法人員 他們總覺得台灣太過溫和 台灣其實是很好欺負的 我們知道台灣漁民 其實到處被人家抓 我們倒反而沒有看到 台灣的海警署去抓其他漁民 除了大陸之外 那也就是說在這種情形下 我們有時候要反思一下 是不是應該利用這一次機會 展現台灣對於主權的堅持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重疊海域 我們剛才看到馬總統也講了 從某一些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跟他談漁權就是我們堅持我們的主權才來談漁權 但另外一個角度 其實根本漁權都不要談 我們就是主權的堅持 那這個主權的堅持就是說 你今天到我的國土上 到我的領地上來 然後殺死我的人民 所以這個要從這樣子的認知 來看待菲律賓這次世界 那以後菲律賓也不敢再犯 對休息一下了以後我們繼續討論 菲律賓的公務團團員呢 他們蠻狠地掃射台灣的漁民引發了全民的公憤 而非方政府他們緩慢的回應呢 讓台灣的民間企業跟地方政府也看不下去了 都宣布要抵制菲律賓 而這股反菲聲浪是越演越烈 菲律賓無情 前來不去 原本20號就要到長灘島旅遊的25名員工 看到菲律賓公務團 槍殺台灣漁民的惡行惡狀 決定臨時取消 那我們代表非常的憤怒 所以我們拒絕去菲律賓遊玩 在手無寸鐵的這個狀況下 他在工作 在執行他的生存權益 所被擊斃 所以這件事情他們也覺得非常的憤怒 而且覺得非常的不安全 宣戰 宣戰 在彰化更有民眾投榜宣戰白布條 當街火燒菲律賓國旗 痛斥菲律賓海巡隊跟強盜沒兩樣 如果菲律賓這個強盜政府 如果沒有拔負的這個要求 把19政府要一直向菲律賓宣戰 民間反飛情緒高漲 連專辦留學菲律賓 以及仲介飛勞來台的業者也都跟進 民運犧牲一年數百萬的利益 停辦所有業務 直到菲律賓道歉為止 民間的怒火也燒進縣市政府 台南市長賴清德 及台中市長胡志強 都說要斷絕與菲律賓的關係 只有索馬利亞的海盜 會用槍炮對付無武裝的漁船 不排除斷絕姐妹式的關係 民間與地方政府用實際行動 向菲律賓施壓 直到道歉 逞凶有結果 否則這一股反飛浪潮 恐怕只會越燒越旺 好 我們來看這一次這整個事件 從一開始是菲律賓的一艘海巡船 開了機槍 然後把台灣的一名漁民給殺死了 從這件事情就開始引發發酵在台灣社會 他變得不只是反這一次的事件 而變成了整個反菲律賓的一個風潮 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說 除了媒體是相當的反菲律賓以外 這漁民我們在第一節的新聞裡面已經看到 來一艘打一艘 或者是說 青馬總統來宣戰 乃至於地方政府 剛剛胡志強講的不排除 要切斷姐妹式的關係 以及呢 這個我們也有報導 就是說有一些菜市場的這個攤販 或者是攤商他們已經決定就是 菲律賓的人要來買菜的話 他是決定不賣 這樣的一個反應 您覺得初中雄他是恰如其分呢 還是在這個狀況之下是可以了解的 過了不久以後他就會煙消云蒜 還是您覺得你看到了一個 比較令人憂心的一個排外的氣氛 其實我們任何事情要從情理和法來看 台灣現在的這種在情理上是可以說的過去的 那對於菲律賓我們剛剛看到 連買菜讓菲律賓的人都不賣給菲律賓人 我們就是不需要 台灣其實有很多菲律賓人 我們每年大概有 我們現在有大概八萬七千多個飛老 但我們的觀點是這樣子 其實對於菲律賓在這一次的事件上 我們對他採取經濟性的制裁也好 抵制性的包括在旅遊 菲律上 其實我們要深刻的去反思一下 對台灣是怎麼樣 比如菲律它是一個 說實話它是一個弱勢團體 對菲律賓來講 台灣也需要這樣子的弱勢團體 如果我們抵制菲律讓他不要來 菲律賓可以到其他的發展中國家 比如到韓國 或者是到其他的一些歐美國家去做外勞 其實對菲律賓來講 他們只是賺錢 這些仲介商受到影響 做台飛之間的仲介商受到影響 對菲律賓來講 他可以從其他的管道可以找得到 這是一個 而且我們對於這些中下階層的 這些菲律賓的勞工來講 你處罰到他沒有太實質的意義 第二個我們在經濟性的制裁 比如不要到菲律賓去旅遊 或者是這個我們在情理上 一開始我們可以這樣子 但是長時間 懲罰到誰 因為你最重要 你是制裁他 你要處罰他 那你是不是能實質的讓菲律賓政府覺得 我不到你的旅遊 因為台灣到菲律賓旅遊 也不是菲律賓最重要的 這是一個很關鍵 你制裁得到他 好 在經濟上的制裁 台灣出口到菲律賓 比菲律賓到台灣出口還多 那倒過來我們是誰在制裁誰 所以很關鍵的是 在這一方面 我們其實關鍵不是在把焦點放在這邊 我特地強調 關鍵應該是放在台灣對於台菲的重疊海域 台灣是要明確的宣示主權 更明確的在這一次的衝突之後 台灣要常態性的派軍艦來巡航 類似像當去年下半年 日本把第二台收割國有化之後 中國政府為了要宣示它的主權 變成一個常態性的巡逻 我們也可以 你擁有的主權 其實其他都在余權上 其實是應該從菲律賓來跟我們談 不是我們去找菲律賓來談 對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碰到這樣的一個余權的問題 它背後的本質是屬於主權 就像馬英九剛剛稍早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所講的話 而在這個主權余權問題上 您的觀點是 如果是光用經濟手段的話 事實上菲律賓對於菲律賓的制裁效果 不會那麼的高 而且反而對台灣搞不好 損失的還稍微多一點 換句話說 你用經濟的手段來制裁 這個余權和主權的問題的話 菲律賓的統治階層 或者是他們的總統 是感覺不到這個痛處 那話再說回來 就是說您剛剛也提到了 大陸方面就這個釣魚台 被日本收歸國有化的 這個過程的處理方式 您是覺得 從您的角度來看 大陸這一次是怎麼樣的看 台灣跟菲律賓之間的 這樣一個嚴重的糾紛 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要分三個步驟來看 在這個事態發生之後 大陸的外交部 馬上就回應 外交部發言人 就針對這個菲律賓 槍殺台灣漁民的事件 指稱菲律賓是野蠻的行徑 他其實用詞比台灣還重 因為台灣一開始嚴重關切 大陸外交部也嚴重關切 而且指菲律賓是野蠻的行徑 當我們知道去年下半年 中國大陸跟菲律賓 在黃岩島對峙 其實當菲律賓也吃到排頭 但菲律賓可以跟中國大陸 在對抗的很長的時間 那中國大陸也謹記在心 當然也因為這樣子的因素 也造成大陸跟台灣 有同仇敵泰的感覺 但是台灣更嚴重 他槍殺了我們漁民 在這種重疊海域 嚴格來講是 我們視為主權 他們也視為主權所在的地方 你槍殺了台灣的漁民 所以外交部是做了這樣子 之後我們看到第二天 10號 11號開始 大陸的媒體就陸陸續續 主要的主流媒體 包括人民日報 新華社 環球時報等等 都用了很強烈的輿論 來批判菲律賓的行徑 那這一頭有很多種的看法 那這一頭大陸主要的主流的看法是 台灣有地利在跟處理 因為是跟菲律賓有銜接的地方 對 大陸有實力 雙方要有默契 來一起來對抗 就在處理這件事情 大陸不實際的出兵 來協助台灣 但是台灣後面有大陸的實質 就是說有實質的一個默契的支持 這個默契是不要講的 你也不要講 我也不要講 新造部宣 我來支持你 這一點是大陸的解放軍的少將羅源 他提出來這樣的觀點 甚至很多的大陸的網民覺得說 馬總統在這次處理上覺得 很強硬很好 當我們知道其實政府在做的時候 很多台灣的民眾覺得還不夠強硬 但大陸的民眾反而覺得馬總統處理得很好 那覺得對菲律賓要強硬來處 甚至很多大陸的民眾透過網路 協助台灣跟菲律賓打駭客戰 所以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一段一段 好 輿論完了之後 我們看到了昨天 大陸也宣布他的南海艦隊要在 這個附近海域 對 附近海域進行這個訓練 演訓 這演訓也是演習和訓練 那也看得出大陸在實質上 在這一塊動作上已經陸續出來 對 而說到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有一點好奇的就是 菲律賓如果說就國力來講的話 他不但是跟大陸是不能比 而且跟台灣實力差距也相當的大 但是他在一方面在西邊的黃岩島 他敢跟大陸就是這樣子硬起來 而且就是爭執了去年一個夏天秋天 而在這個北方 也就是巴士海峽的話 他跟台灣也一樣是挑起了事端 我們想要了解的就是 如果說一個國力相對弱的國家 他可以一方面得罪中國大陸 一方面的槍殺台灣的漁民 您認為就是他們的主任者 心裡敢這樣子做 或者是接受這樣做的一個事實的時候 他最後的心裡依賴是什麼 我想哲偉剛才提的很關鍵的就是 對台灣來講 這一次可能還真是意外 也就是說他們這個海巡警察 其實老講也許是這個人特別的 也許是一個人或兩個人 他們特別的採取這種非法的方式 來殺害台灣的漁民 這可能是個別的事件 但是黃岩島事件 這是國家的集體的行為 也就是說他事件 他跟中國大陸在領土上來做爭執 其實我們看到南海最大的島嶼 是太平島是台灣控制的 第二大島中葉島 是菲律賓 菲律賓控制的 其實在南海菲律賓也控制了很多的島嶼 那菲律賓對於南海主權的堅持 當然他是 他自己視為在南海的最大的國家 因為南海他的涵蓋方法 菲律賓有數千個島嶼 那他特別是他覺得在南海這一塊 他是應該擁有他的主島的地位 所以我們看到他甚至比越南動作還大 跟中國大陸在黃岩島對峙 當然這是有國家的行為 我剛才特別強調 因為菲律賓他背後有美國 他可以所有的他的動作 他覺得美國不會拋棄他 美國起碼在跟相關的國家的時候 美國會看中他過去的殖民地 而且美國也知道菲律賓是他的堅強的盟友 等於是他的心理依托一樣 東南亞他最堅強的盟友就是菲律賓 好的 而接下來在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還要換了一個話題 就是網軍在這一次的衝突中 他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民進黨難得的支持馬英九的強硬立場 而這次台灣跟菲律賓的網友發動了所謂的鍵盤戰爭 互相攻信了不少的網站 而像這個蔗中兄提到的也有一些大陸的網民支持台灣 在台灣有立法委員呼籲說政府應該要提高這網軍的層級 來加速提升網路作戰的攻擊能力 來防備各種可能的攻擊 行車院的政務委員張善政他的回應是說 至少在目前是已經全面攔阻了菲律賓的IP 連接到台灣的政府方面網路 還宣說網頁進不去 經濟部也掛點 無論滑鼠怎麼按就是找不到網頁 就連總統府國防部也一度失守 台灣各部會的官方網站 跟不少民間網站遭到菲律賓駭客入侵 政府拿出什麼因應措施 國際連線轉到這個政府網路這個關口上面 把這個菲律賓的這個來源全部都擋掉 但是呢目前菲律賓的這個網路流量 到非政府的這個部分 到民間的機構我們是沒有去做這個攔阻 台非網路站Online不止我國網頁淪陷 菲律賓總統府國防部外交部等各級政府網站 也遭到台灣網友攻擊 台非鍵盤戰爭一觸即發 為了避免駭客入侵對我國造成重大損失 提高我方的網軍層級刻不容緩 網軍有沒有用呢 老實說我們是希望至少要有這個能量 希望是至少能夠備而不用 這個菲律賓這個攻擊啊 有沒有官方的這個組織在裡面啊 這個老實說即使有的話也很難找到證據 那以我個人的猜測目前這個可能性是比較低 中華民國網軍隸屬國防部第四網路中隊 但主要以防護為主 外界要求將層級 拉高對抗菲律賓網軍絕對不能輸 上個禮拜呢美國政府呢向國會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力報告 而在這個報告裡面是首次點名大陸的政府 尤其是解放軍呢是有對於這個美國的政府 乃至於企業進行有組織的這個黑客的攻擊 而在這個報告裡面他們也提到了 台灣跟這個大陸之間呢 台灣的一個相對的優勢是台灣在資訊的能力上面比較強 所以話說回來的話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講就是台灣在駭客攻擊 或者是防止駭客攻擊上面 這個能力基本上是很強的 但是問題就是第一要組織起來 然後第二是不是已經組織起來了 其實台灣在這個駭客的攻擊啊 特別是在作為兩國之間的這個競爭 競爭也好或者是在衝突也好 台灣一向沒有組織化的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我們知道在這一次啊 以目前看來雙邊的這個駭客攻擊啊 不太像是雙邊政府來發動的 也是民間的一個自發的行為 當然從某些意義來講 台灣還有一個大批的這個網軍的支持是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啊 當然我們從科技的實力來講 台灣當然遠遠的勝過菲律賓啊 那台灣曾經還是全球第三大的這個 科技產業的這個王國 當然現在被中國大陸追上 而且這個台灣現在的這個科技產業 但是相對來講是遠遠的勝於菲律賓 所以如果是以駭客攻擊來講 台灣這個自發性的 當然它的能力能量也非常強 但是我們知道以目前看來 雙方政府並沒有透過 雙方的有組織性的攻擊 這一次可以非常明確的 好 您覺得這個沒有透過組織性的攻擊 在這一件事情上它或許是一件好事 因為它把國與國之間的這個對抗的層次 並沒有拉到那麼高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您認為台灣方面就這個所謂的網路戰 這個角度在從這個整個政府的層級 或者是國防的層級來看的話 您認為現在做得夠不夠呢 我覺得台灣在過去到現在 在這方面 其實因為它會變成一個常態性的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國家的在衝突上 可能真的就透過網軍打一下 雙方彼此就算了 那現在也不可能 因為現在的武器都是毀滅性的 你說其實擁有核武的全球的前幾個國家 它不太可能進行核武戰爭 它一定是互相毀滅的 甚至整個地球毀滅的 所以核武戰爭真要開打的話 或者是兩個強國的核武戰爭開打的話 它可能波及到是全球的 所以很多戰爭 即使傳統的武力的戰爭 因為現在的武器非常進步 傳統武力的戰爭 殺傷力又太大了 甚至深化武器 所以網軍打戰 有時候互相的出口氣 也許它現在會變成這個情形 但是我們知道 就是說過去 我們看到最近最明顯的一例子 是美國的媒體指控 中國大陸對於美國的網路的攻擊 而且是透過有組織的 軍事化的方式 那我們知道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也同時的強調 美國的網軍對於中國大陸的攻擊 也就是說這個變成一個常態性的 也許兩個國家一有衝突 兩邊的網軍先直接的交戰 但它從某些意義來講 它可以緩和 就是說變成一個出氣的方式 我們看到兩邊的碰撞 有時候是民意的碰撞 民意的碰撞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單純只是幾個領導人的想法還好 但是民意的碰撞 就像中日一樣 為什麼那麼長時間沒有辦法和好 就是兩邊的民意的碰撞 民意的碰撞的話 總是有個宣洩的管道 而講到這個民意呢 這個旺報做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民調 在這個民調裡面就這一起的事件呢 基本上就是認為對馬政府的處理方式是不滿意 而且呢也覺得馬政府有些軟弱 認為馬政府呢沒有能力把這個事情搞好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 就是有九成的人認為菲律賓應該要就這件事情道歉 但是呢也有超過六成的人認為他們不會道歉 有超過呢這個六成的人呢 還有七成的人支持經濟制裁 但是支持軍事行動是只有24% 但是我們要講到的一個重點是 有接近七成的人認為 如果說這一次呢交涉未果的話 兩岸之間事實上可以就這個事情來進行合作跟實力 其實從哲偉剛才唸出的這個數據 很多人也是壓迷說 台灣的很多既然那麼多民眾贊成兩岸來 一起對於菲律賓懲罰菲律賓 或者是共同來對付菲律賓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好事 為什麼說是好事呢 因為的確台灣在處理菲律賓的問題上 可能還要面對的是美國 那我們相信馬政府在這相關的作為的時候 也會讓美國了解到菲律賓是如此的蠻橫無力 那他同時也要面對中國大陸 台灣的民意如果按照這個調查的結果是 其實大部分還是支持說兩岸一起來解決 就是說一起來面對菲律賓 或者是兩岸來聯手來打擊菲律賓 但是這一個非常關鍵的 台灣的政府部門 馬上總這邊大概基本上在處理這個對外事件上 不會跟中國大陸聯手來處理 我們看到釣魚台問題也是一樣的 那當然非常關鍵的牽涉到 台灣本身背後還有一個大國 而且是最重要的 美國他可能會say no的 他可能不願意看到兩岸聯手來處理對外問題 以目前來講 在釣魚台事件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美國已經不是說間接 是直接跟台灣政府講 你不能跟中國大陸聯手起來 來處理對外問題 所以最關鍵的還是美國 而說到這個部分的話 想要考慮到的一個就是說 這一次呢 在媒體的角度來講的話 媒體就這件事情的報導 當然是鋪天蓋地 那有一些媒體呢 是站在這個極為民族主義的立場 那有一些媒體呢 就是除了報導這個事實 和支持這個台灣的受害愚民 和支持對菲律賓強硬之外 但是呢也呼籲了一下克制 那您覺得就是媒體 在像這樣的報導上面 應該要採取怎麼樣的立場 是比較好 而您身為總編輯 望爆炸的立場又是什麼 我想很清楚 在這一次台灣對於 這個台灣的漁民 無辜地遭受到菲律賓 這個武裝的這個槍煞 武力的槍煞 對於台灣來講 當然是要表現得非常的憤慨 我們其實從報紙的觀點 我們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這一次最關鍵的是 我們要對於主權的堅持 這個主權的堅持 不管你是從哪一個角度 你是支持統一也好 支持獨立也好 我們自己台灣沒有主權 或者我們對主權不予以 強烈的支持的話 會受人家欺負的 其實另外我們從大陸角度來講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這個主權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主權 我們是憲法一中的主權 對 我想這個很清楚的 大陸也不會反對的 也就是說這個主權的堅持是 同時在從台灣的角度來堅持 也是從整個中國的角度來堅持的 我想是從 這一個是非常關鍵的 也是我們忘報的觀點 我們忘報觀點強調的是 我們不要去跟他去談魚權 那談魚權就等於跟沒有主權一樣 我們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這一次在重疊的經濟海域上 我們要展現我們對於主權的這個堅持 還有我們對於主權的這個堅持的這個持續性 從某些意義來講的話 我們甚至不惜動用武力 動用武力我們來保護我們的主權 所以這個是非常清楚 台灣過去政府很多的軟弱行為 讓我們周邊的國家或地區看不起台灣人 會持續的這樣欺負台灣人 我想這一次是一個名氣可用的時候 所以我們從忘報的角度來講 我們要善用這一股名氣 當然我特別強調了 我們在情理上 我們是非常的激憤的 但是我們很多行為 包括一些國際的法則 我們要遵守的 創中兄 您剛剛提到了 就是難得呢 這個台灣在這個事情上 是這個立場一致 而且呢 台灣的立場就兩岸來說 也是一樣說得過去 站得住腳 而且你也提到了一個 就是呢 您剛剛提到憲法一中 就是謝長廷用的字語 因為呢 謝長廷他自己 乃至於民進黨黨中央 他們都已經站出來表態 支持馬英九 這一次對菲律賓處理的態度 您會不會感覺到意外 我想這可以看到 這是我剛才特別提到 名氣可用 基本上是全民的共識 今天不管是執政黨 特別是反對的 他也不能立事而為 這是非常關鍵的 你立事而為的話 你就得不到民意的支持 我們看到這段時間 一個非常關鍵的是 你一個那麼野蠻的行為 然後你一直拖到現在 你沒有一聲公開的道歉 你即使道歉 其實對台灣來講 也沒有實質的意義 我們看到馬政府提出的 這個四個點 你要道歉 要賠償 要逞凶 要進行預約談判 其實這個都 還不是更關鍵的是 我們現在台灣應該展現 強大的這個 對於主權的這個堅持 讓台灣民眾能夠真正的 不會被人家強凌 或者欺凌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這個是一個 基本的概念 尤其也是台灣 這次全民共識所在 民進黨也不能違反 這樣子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民意 所以不管是謝長廷憲法一中 或者蘇貞昌 或者是相關的獨派 他們也都了解 這是大家民意所效 很簡單 你親門踏戶 到我的領土上 到我所管轄的地方 來殺我的人 這種東西是 事可忍 事不可忍的 也可以看出來這一次 台灣是朝野都有共識 對一兵要採取強硬的 這個態度 在主權上 要有強硬的堅持 好 待會廣告回來 之後我們還要來看的是 漁民是用生命 提了自己的命 去補黑鮪魚 但是問題是 黑鮪魚為什麼一定要在 一個可能具有高度 危險性的地方 冒得被菲律賓的海巡單位 竟然槍殺或搶劫 這樣的一個危險而去做呢 我們繼續要討論 歡迎回到十字球區的節目現場 廣大新28號出海捕黑鮪魚 卻遭到了菲律賓的公務船開槍掃射 其實這船隻會冒險的到那邊去捕撈 是因為屏東縣政府有公告說 符合第一尾黑鮪魚的捕撈條件 必須是西太平洋的北方黑尾 而且要在北尾十度以北 東京135度以西這樣的一個海域 才能夠符合資格 所以從地圖上來看的話 就相當的接近了爭議性的海域 漁民出海捕撈黑鮪魚 卻慘遭飛國槍殺 屏東縣長曹啟洪探視死者家屬 對於菲律賓宛 宛如強盜般的冷血行為不願回應 難道是戈背向外彎嗎 為了拼第一尾黑鮪 漁民不幸枉死 曹啟洪強調 縣府規定的第一尾黑鮪魚捕撈海域 都是依照規定 但細看公文正向規定 無非是把漁民往危險的區域推 今年屏東黑鮪魚文化季 縣府公文的確明確指出 第一尾拍賣黑鮪的要件 必須是在西太平洋捕撈的北方黑鮪魚 限定海域必須在北尾十度以北 東京一百三十五度以西的海域 才符合資格 但對照地圖 北尾十度以北到東京一百三十五度以西的範圍 幾乎逼近菲律賓海域 漁民冒險捕魚真的是生死一瞬間 黑鮪魚商機引來鄰國鯉魚 甚至不惜使出蠻恨手段截船殺人 加上這兩個月又是黑鮪魚忘記 漁民一次出海就是七到十天 廣大新疊血案發生後 目前還有五十幾艘漁船在外海捕撈黑鮪 漁民身陷險境賣命捕魚 有人因此賠償寶貴生命 畜仲兄在這裡想要請教一下您的觀點 就是的確這個漁民如果想要抓第一條黑鮪的話 他們可能要進入到這個比較具有爭議性的海域 但是話說回來 這個重點也就在第一條黑鮪 法律上並沒有規定說 你第二條第三條或第四條的黑鮪魚 一定要在那樣的一個海域或那樣的一個地方來抓 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講 就是其實漁民多多少少也是自願的為了要搶頭箱 所以到這個危險的地方 然後也比較容易發生事端 對 我們知道在這一次的這個劃分的海域來看的話 的確有很多是靠近菲律賓的 但是我們知道 在這一次的發生的事情 還是屬於在雙方的重疊的經濟海域上 那當然怎麼去認定 然後怎麼樣在這個避開危險 其實過去這些漁民其實很多都是有經驗的 那當然從屏東縣政府的角度來講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的宣布 當他也是行之多年 當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 不管是怎麼樣 黑鮪魚是黑金 對台灣來講 我們知道現在 尤其它這個產量越來越少 而且黑鮪魚的這個價錢越來越高 那很多漁民 不管是在從競爭的角度 你第一尾黑鮪魚也好 或者是說 常態性的能夠增加黑鮪魚的捕魚量也好 都是希望說能夠多捕一些黑鮪魚 但這一帶的這個海域 我們其實看到 其實它還不是最危險的 是 從菲律賓附近海域來講 菲律賓附近海域來講 比較危險的是南方 我們知道明達那爾 這個回教的 這個回教圖聚集的地方 它常常有很多海盜 是在這個南方 而不是在這個 呂宋島北方這一帶 呂宋島北方這一帶 菲律賓附近海盜相對是比較少的 或從事海盜行為的 那當現在是這些官 這些菲律賓的武裝力量 或者是政府的這個力量 或是軍隊力量也好 或是警察的力量 變成這個 比海盜還殘忍的方式 官匪不分 對 所以也就是像主持人講的 這種官匪不分 當然這個區域會覺得比較危險 其實台灣很多漁船 我特別提到七年前 台灣的漁船 台東籍的這個漁船 被造成一死一傷 也是沒有結果 我們特別強調這一點 也就是顯現了說 這些地方到過去 包括菲律賓政府 處理的方式 的確對台灣來講是有危險的 但我們看到中日之間的海域 其實衝突很多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 日本政府 或者是日本的海巡單位 用槍來射殺台灣 所以我們說菲律賓 就像大陸的外交部 還有講的這個菲律賓的政府 是野蠻的行徑 這是非常非常非常 刺切的這個用詞 對 而說到這個野蠻 我們還看到了 有相關的報道 就發現 至少在菲律賓的北方 面對台灣漁民的話 簡直就是有了一種 所謂的勒索這樣的一個 做生意的商業模式存在了 也就是台灣的漁民 在這個有問題的海域 獲得了漁獲了以後 然後被這個菲律賓的人 最後菲律賓的公務船 給抓到了 要嘛就當場在海上 把漁獲通通都繳給人家 然後再繳錢給人家 或者甚至有的時候 還會把船 拖到這個附近的小島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扣船壓人 這樣這等於就是說 它是一個組織型的犯罪了甚至 就是剛才哲偉講的官匪部分 因為通常會去抓的 都是代表菲律賓 就是公權力的執法單位 對 也就是一些海巡單位 那他們這一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們在官員 我們說官員的腐化 其實不是在對內而已 對外也可以展現出來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 菲律賓這個國家 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知道他們過去 在五年代經濟是蠻不錯的 但是六六年代 七年代以後 因為政治 還有經濟相關的因素 它相對跟台灣的這個 經濟發展就拉開很大 那相對的這些官員 採取這種違法的這種措施 當然很重要的是因為 能夠有更好的收入 那也就是說 它這個人謀不張的關鍵 是它整個經濟發展的滯後的問題 對 而說到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您剛剛提到了 就是在稍早的時候 這個漁權的問題 它事實上是一個主權問題 那主權問題的話 我們需要去護漁 目前我們所得到的這個 最新的這個資訊就是呢 這海軍署要花十一條船 十一條船來進行護漁 那十一條船的意思就是 每天要差不多能夠兩條船 三條船 這樣子的話它是需要十一條船 因為船有的時候 它必須要在現場 有的時候必須要在港口整補 那還有一些船呢 是往返於港口基地和這個執法區域之間 而且再加上這個現在呢 就是軍方也已經加入了護漁 您會不會認為就是 第一這資源投入太多 而第二就是海巡的資源是應該要投進去的 那軍方的話可以適度 或者是說第三它基本上就是太多資源了 我們就從國際的角度來看 還是讓具有司法警察身份的海巡單位做第一線 除非我們現在要跟菲律賓開戰 軍隊因為軍艦它其實是戰爭要用的 海巡司法警察它是在做相關的司法的執行上要用 也就是說它還是某一些代表的是 並不是就是軍事的 它是政府的公權力 但是它又不是軍事的這種動作那麼強烈 但我們認為這種 因為我們看到16號 台灣要開始就月底 要準備在菲律賓這附近海域 進行這個海巡單位跟這個 我們海軍進行的聯合的演習 那連解放軍海軍部隊也要在這附近 就是在菲律賓附近 舉行這個南海艦隊的這個演訓 我們看到這些動作 其實從某些意義來講 都是當它有宣誓性的意義 但是我們從角度來看的話 它必須還是要有司法警察 也就是海巡單位來參與 單純的完全是軍事的這種處理的話 可能會進一步讓關係崩到不可解的地步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海巡還是要衝第一線 台灣的這種官員也明確地表達了這樣的立場 好 而海巡要衝第一線的同時 在台灣的內部 當然我們已經曉得了 這個反菲律賓的風潮是非常的強 但是您會不會擔心這個反菲律賓的風潮 它會變得所謂的擴大和嚴重 就是不只是這個歧視菲律賓人 或者是不讓菲律賓人買東西 或者是我不賣東西給菲律賓人 菲律賓人不受歡迎 而變成了對菲律賓人的攻擊事件 您會不會這樣擔心呢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有台灣的民眾在台北車站假日的時候 禮拜天 禮拜六禮拜天 拿了一個海報寫對菲律賓宣戰 然後它周邊都是飛牢 因為假日的時候飛牢都聚集在台北車站 桃園車站這些地方 他們要出去玩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種 就是說這種行為 當對很多飛牢來講 他們有時候情何以堪 其實我們也是覺得 在這種面臨對這種情形的時候 我們反而是要找到四祖 四處要有餘 要找到這個四祖 也就是說今天關鍵的是 黑飛兵的海巡單位 我們要針對這個 約有頭再有主 關鍵更關鍵的是 我們對於主權的堅持 才不會在以後再發生 而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說 這一次碰到了這麼不幸的事件 造成了我們一名漁民 不幸的身亡 但是呢 整個事情我們要搞清楚 就是它的核心是主權問題 主權而衍生出來的余權問題 我們要解決 而且我們還要把這個立場抓清楚的 就是余權我們要給它 彈出一個結果來 不然的話 這一次就像您講的 這一次這個 這樣的一個優勢的機會 就等於是白白的浪費掉 對 其實就是我們關鍵 要讓菲律賓來找我們談余權 我們對於主權如果堅持住的話 菲律賓他自然來跟我們談余權 這個是很自然的 我們先談余權的話 事實上我們就變成被動的單位 因為主權我們就有了 那當然有余權 那你要談余權 那你跟我談 雖然是重疊的經濟海域 所以這個是剛才哲偉提的 也是非常關鍵 我們就是要堅持主權 這一點是從這個事態發生之後 我們覺得政府最好的處理方式 當然這個主權的這個堅持 背後常常會衍生出各種問題 那當然最關鍵的是 朝野要一新 在這一次這個事件上 我們也看到 其實朝野沒有分歧 所以菲律賓要採取強硬 馬政府很多在處理這個事情上 也許一開始他還沒有感受到 這個強度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陣子 馬政府的態度 也逐漸的這個強硬起來 那對菲律賓的這個堅持 我們關鍵是 我們政府要堅持 政府要堅持 我們也其實對菲律賓 這個通牒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雖然這個事情還沒確認 我們說菲律賓會怎麼處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賠償 道歉 他是口頭上都可以做 賠償也不會賠償多少錢 但是懲凶 他怎麼去懲凶 上一次沒有辦法懲凶 台灣的檢查單位 在七年前 把這兩個菲律賓的人 直接的起訴他 但是 我不到你這邊去 你沒有辦法 治權不在你手上 這一樣的 這一次 所以台灣在這個懲凶上 我相信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最重要是展現實力 展現實力 堅持主權 好的 今天我們非常謝謝旺報的總編輯王挫忠 他就這個議題所做的精準觀察還有分析 時事求是帶您掌握全球進行事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史哲偉 我們明天再會 謝謝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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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